在昨天晚间惊爆内幕 结婚四年的孙邪志跟韩玉惊爆离婚了 两个人在脸上纷纷发表声明 表示说现在已经办妥了离婚手续 而且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共同做出的艰难决定 那同时也传了简讯告知双方的家人 但家属不敢置信 脸书上发文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离婚了 一人韩玉跟孙邪志之间的四年婚姻已经结束 怀疑没生小孩是离婚原因之一 其实就还蛮真的好上升 其实我也一直都很想要有小孩 不过我想就是想归想 不过规划还是得规划 可能下半年度我想小鱼 他应该还是会想要再接一档戏 我希望可以一次两个 当初婚宴上孙邪志跟韩玉两个人 都说想要生小孩 而且最好一次就生双胞胎 不过两人结婚四年始终没有好消息传出 直到接到来自于孙邪志的简讯 才知道两个人已经办完离婚手续 同时两人也在脸书上发文 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艰难决定 分开是因为对未来有不同的计划跟想法 而两人的经纪人也证实了离婚消息 对照当初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时的甜蜜蜜 离婚后的韩愚跟孙邪志都说我们很好 也还会是朋友 谢谢大家关心 记者综合报道